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是自己选择的一条路还是得好好走下去 进入了这一行之后也有了自己的梦想想成为一个好的对大家有影响的艺人 刚刚一两年的时候不太懂每周去训练然后拍一些视频到网上 那个时候也没太多人关注对自己也没多大影响我还是在正常的上学 到后来我们老板就跟我说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在关注你了 你不可能再往后退了你只能越走越好 我觉得不冲突不矛盾啊 因为有个性是我自己本身属于我这个人的 如果没有这个个性我可能就不是王源了 那我不能完全有个性 我如果完全有个性就变成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那肯定不知道大家喜欢 自己也得思考怎样才能受到大众的喜欢 我从小不喜欢我小时候胆子还挺小的最开始被大家所关注的时候不管是坏的事情还是好的事情我都是觉得有一点压抑的 大家在看着你自己也没有隐私 那现在慢慢慢慢适应了 出去玩的时间还要和朋友的交流 你是玩的人际圈子也更小一些了 我现在回去上学有点融入不了集体 我想和他们熟起来 但是挺难的 就看场合嘛 在舞台上大家一定要把我当成一个帅帅的明星 回学校就是同学 在家里就是爸妈的孩子 先上好学再说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回去上学 然后会学作曲 高二高三的时候到时候再看 就往音乐方面发展还是往影视方面发展 或者往什么餐饮挖掘机发展 都可以 其实我觉得我有点矛盾 有点精神分裂 我自己又不是一个争什么抢什么的人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机会 我还是会选择走入这一行